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动画当中,戏份很少 却让炭治郎能成为鬼杀对剑士的重要角色 枪兔与真姑 原来枪兔与翼勇有着犹如手足的兄弟之情 可爱的真姑竟然是玲珑左径刺 所教育出最强的弟子之一 那影片涉及剧透,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枪兔身上穿着,三色六角形和服 是父亲所留下的遗物 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男孩 总是把男子汉挂在嘴边 在年幼时,举目无亲,成为孤儿 被玲珑左径刺所收养,并且锻炼 在13岁的那一年 遇上了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傅刚义勇 因为童年又有相同的经历 两人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 了解义勇年幼时遇上鬼的过去 将要结婚的姐姐鸟子 将义勇藏进衣柜当中 不过相当害怕的义勇 眼睁睁看着姐姐被鬼吃下 因为被他人保护 耳狗活于世的自责感 太过于沉重 让义勇说出 不如自己死掉,比较好 义勇如此消极 认为自己不配活着的想法 让枪兔挥下的巴掌 响彻整个响物山 他露出严肃的表情说着 不如自己死掉这种话 别给我说第二次 否则我就和你绝交 姐姐拼上性命将你救下 就算牺牲自己 也想要你好好的活着 你是被他所寄托的未来 你也要传递下去 义勇 在这之后 枪兔与义勇参加了鬼杀队预选 两人选择使用相同的刀二 争勇与他们两人 其实是不同一届 在充满恶鬼的藤奇山当中 有着优异天赋的枪兔 只凭一人之力 几乎将山中所有的恶鬼消灭 在七天过后 预选结束时 所有的人都通过了预选 但仅仅只有一人死亡 那个人却是枪兔 因为他不断往返 拯救因鬼而受伤的人 最后因日轮刀钝化以及筋疲力尽 最终被守鬼所吃下 否则依照枪兔的实力 必定能消灭藤奇山上所有的鬼 这也让原本走出姐姐伤痛的义勇 不断的责怪自己 连一只鬼都没有打倒 竟然就通过了鬼杀队预选 枪兔明明斩杀了无数恶鬼 却永远走不出藤西山 七十多年后 义勇当上了水柱 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柱 枪兔的三色六角形和服 最终也成为了义勇 身上半边的羽之 真姑身穿粉红色 并且有着梅花样式的和服 梅花在日本的含义 是有着纯洁之心 真姑有着非常温柔的表情 以及纯净无瑕 如同绿宝石般的美丽双眼 与枪兔一样也是孤儿 所以被玲瓏左近刺所收养 并且成为弟子 时常把最喜欢玲瓏先生挂在水边 尽管真姑的力量 没有办法和男生相提并论 但是如此年幼的真姑 就已经学会水之呼吸的十种形态 再加上敏捷的速度 是玲瓏左近刺的弟子当中 名列前茅的存在 在腾西山参加最终选拔的时候 原本在与走鬼的战斗当中处于上风 甚至有机会能够消灭他 不过眼前的恶鬼 卑鄙地说着 吃了多少玲瓏师傅的弟子 那样的狐狸面具 只会带来厄运 讽刺着所有的孩子 都是被玲瓏害死的 把玲瓏先生当成父亲的真姑 愤怒到乱了呼吸 导致动作迟钝 最终被手鬼扯断四肢 所吃下 手鬼所吃下那些孩子的灵魂 都会回到如同自己的父亲 玲瓏先生所在的霞悟山 他们希望之后接受锻炼的孩子 不要再次布上自己的后尘 就当看见碳智狼每天不断的锻炼 但还是无法披开巨大的岩石 垂头上气时 枪兔就出现在碳智狼眼前 并且说着 吵死了 堂堂的男子汉别哭哭啼啼的 正是丢人 一见面立刻就攻击碳智狼 虽然枪兔仅仅使用木刀与碳智狼对战 就让碳智狼始终没有赢过任何一次 他直指碳智狼只懂的挥刀 并没有将玲瓏师傅 所传授的拳击中呼吸法所活用 只将那些知识放在脑中 看似残酷 毫不放水的实战训练 其实枪兔是为了 不想再让任何人死在熟鬼的手中 同时也在告诉碳智狼 鬼可不会让你休息到体力恢复 更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心 这时可爱的真乎出现在碳智狼身旁 可爱到连碳智狼满是泥土的脸 都能见到发红羞涩的表情 他知道着碳智狼挥刀时多余的动作 用更加详细的知识面 解说呼吸法是加强肺部 让更多空气进入肺中 比平时更多的氧气 刺激着血液与肌肉 产生热能 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 就在半年的时间 两个人的灵魂 不断陪伴着碳智狼锻炼 最后当碳智狼终于战胜枪兔时 他露出好像快要流泪温柔的表情 就像看着自己的弟弟成长一样 两人都表现出高兴 却带点悲伤的情绪 于是真姑说着 一定要打赢哦 碳智狼 要打赢那家伙 当浓雾散去之后 碳智狼眼前只剩下劈开的巨岩 之后当碳智狼参加鬼杀队最终选拔 遇上了山中 已经吃了50人的手鬼 手鬼深深知道 如何让人类失去理智 他嘲笑着脸上有伤的孩子 是最强的 不过砍不断自己的脖子 墨绿色头发的小鬼 则是因为自己的嘲讽 而乱了手脚 除了那两个人以外 还有11个玲珑的弟子 被自己吃下肚 这些话让碳智狼无比的愤怒 并且也乱了呼吸 在霞雾山上 枪吐的灵魂 祈祷着碳智狼 稳住呼吸 不要再想我们是如何死去的 专注眼前的战斗 真姑则是非常担心 碳智狼会输 不过吸收枪吐 与真姑亲自指导的碳智狼 有着枪吐的骁勇善战 与真姑对呼吸法的专精 碳智狼那样的战斗姿态 与玲珑左近刺 几乎一模一样 继承他人期望与意志的碳智狼 终于成功斩下 吃了13位玲珑弟子的手轨 在此之前 牺牲的所有孩子 他们担心更多人的牺牲 而不愿离开 在碳智狼成功复仇的这一刻 枪吐与真姑他们 终于能放心离开了 枪吐可以说是 义勇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 不仅在最终一选救下他 更是他一生最要好的挚友 将一勇从姐姐死去 自责的枷锁 拯救出来 当枪吐的灵魂 在霞乌山当中 一直都保持着 恨铁不成钢的心 极度严苛锻炼智狼 就是不希望再有孩子 被手回所吃下 真姑的戏份虽然不多 可是温柔可爱的样子 一举一动 都充满少女的魅力 让观众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有着娇小的身材 却是玲瓏左近刺 最强的弟子之一 直到最后一刻 都在担心探智狼的样子 都很让人喜欢真姑 那希望这部影片 能够让你更加了解 这两个非常让人喜欢的角色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